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谢谢 下面请继续提问 第四排这位男士 谢谢 是香港南华早报记者 我想请问 据报道 11月16日上午 中美经贸高级别挫折 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 请问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双方在哪方面达成了协议 以及现在还有哪些分歧 是否仍在中国自媒采购 农产品数量 以及美国取消加征关税方面存在分歧 中方对于自媒采购农产品 设置目标时怎样的立场 另外特朗普称与中国 必须达成一项他喜欢的协议 否则将加征高关税 对此你怎么看 预期年内是否有可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谢谢 谢谢你的这些问题 11月16日上午 刘鹤副总理 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 双方围绕第一阶段协议的各自核心关切 进行建设性讨论 双方经贸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关于协议磋商的细节 目前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向大家透露 但外界的传言并不准确 中方愿与美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共同努力 妥善解决彼此核心关切 力争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也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 谢谢 下面请继续提问 这位记者 谢谢 凤凰卫视的记者 我们关注到最近公布的 多谢